明天集團 江派反習勢力掌控的錢大部份在香港 習近平不惜打壓香港想拿回金融權 但就引化了全球滅共聲浪 而香港和大陸佔行佔遠 再回不了轉後 中國銀保監會、證監會在7月17日宣布 接管蕭建華掌控的明天集團旗下 9家核心金融機構 包括天安財險、華夏人壽、天安人壽、 易安財險、新時代信託、新華信託、 新時代證券、國姓證券、國姓期貨 接管期限暫定一年 在此之前 中共監管層已經對明天系 旗下包商銀行、哈爾濱銀行、泰安銀行、 維坊銀行進行了股權清理 蕭建華20多年建造的3萬億明天系帝國正式落幕 蕭建華在2017年1月在香港四季酒店 被懷疑此便衣公安押返大陸之後秒無音訊 據稱蕭建華作為曾慶紅家族的白手套 試驗操盤2015年中國股災 對習近平發起金融政變 外界認為習當局這次接管明天系旗下的核心資產 等於是抄了曾慶紅的家 不過 盤點蕭建華幾十年剃造的金控皇國 當局接管的仍然只是三分之一 時事評論人士黃篤然表示 雖然習近平抄了曾慶紅家的部分財產 但是大頭應該還在香港 香港一直是曾的實際控制下 曾慶紅家族的錢很容易從香港轉移出去 香港實業家袁公儀也持相同觀點 她日前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專訪時表示 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在位期間 江派人馬曾慶紅、上海幫這班人 掌控了中國金融動脈 整個廣東、香港都是江家的 袁公儀說 現在習近平強推《港版國安法》 就是想派人入香港拿回整個金融權 因為金融權在上海幫手中 大陸的信用卡和香港的信用卡 很多都用銀聯的 中心就是上海的銀聯 上海控制著 股票市場也在上海 什麼證監、保險監都在上海 她表示 現在中共黨內鬥得很激烈 元老們給習近平壓力 習近平就逼江派人馬把錢拿回來 現在習近平軍隊拿到 公安、武警也算搞定了 現在就是金融這一關 她不惜對香港下重手 搞壞經濟 也要搶回金融權 不過 被習近平誤判的是 強行對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 不僅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彈 同時也加重了她本人的統治危機 有評論說《港版國安法》 令美中關係迅速惡化 更加促使全球反共聲浪高漲 同時也導致中共黨內四分五裂 習近平漸漸成為孤家寡人 事實上 不僅國際社會反對北京的對港政策 有知情人士透露 在處理香港問題上 胡錦濤、溫家寶等元老 也不贊成習近平的嚴刑進發 《自由亞洲》評論說 《港版國安法》 不僅正式宣判了港人自由的死刑 也將世界帶入了好像二戰前夕的險境 習近平不理解他走了這一步的全部後果 文章認為習近平不會投降 或者因為他自認還有牌可打 或者因為他自認已經無路可退 觀察人士表示 習近平走到今天這一步 外界看得很清楚 香港是回不去 這樣習近平的出路在哪裡 在全球圍堵中共的浩大聲勢下 國外疫情洪災蔓延 經濟陷入困境 民怨四起 亡黨危機 很可能在不經意之間成為現實